今晚不是我煮 攝影師煮 你煮什麼? 我煮蠔仔粥 上次蠔仔粥 買了多少錢? 蠔仔? 蠔仔買了四十元 好像這麼多 對,因為上次二十元太少 蠔仔多於粥,好嗎? 差不多 蠔仔一會縮 這裡肉是二十元 這個米是一半 哇,那你煮粥就很重成本 對,我也覺得是 好吃就可以了 那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芹菜 這裡買了,連這些合起來 大約用了六元 又打算全部放進去嗎? 應該芹菜不用放那麼多 差不多 應該可以 不記得還有一樣 就是這個 這些大頭菜 上次用剩下 上次買的就是三元 這裡應該還有一半左右 大約一個半左右 好 現在首先是煮粥 現在就把米洗乾淨 好,可以 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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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倒進去 煮粥 煮粥呢 我就把刺筋放進去 因為不用黏底 就把米洗乾淨 就大約煮四個字 大約煮四個字 大約煮四個字 好,這個就醃了 先下醬油 我用醬油糖粉醃 加少許胡椒粉 要加醬油 加少許胡椒粉 要加醬油 要加醬油 加少許胡椒粉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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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勻 拌勻 冬菇浸透了之後 接著就切粒粒 現在先拿乾淨水 切粒粒 切粒粒 放入粥 一起煮 加少許薑絲 拿少許腥味 這個切粒 對,這個切粒 不好意思 少許足夠 因為不用搶光 味道 現在切了大頭菜 先洗一洗 為什麼有條西洋菜 不是西洋菜 是那些 是那些 其實是它那些 款 它給一半 給一半 這些款 之前是幾塊 這些我 所以這個是它那個 款 加在一起 這個我也是切粒粒的 好 那些蠔呢 我首先沖一下它 沖洗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蠔殼也挺帶走的 接著 就下 粉和鹽 你加很多 對 我覺得起碼每一款都可以攪拌一下 然後拌勻 一邊洗 你會覺得它會不會有 你會感覺到它有沒有殼 不過就要小心一點 不然就會戒到手 好 差不多了 就預備一個大盆 因為要養一下它 要多一點水 就可以養一下它 完成 接著就用滾水再拖拖拖 好 現在呢 就洗芹菜 我們先切了頭 再拖拖拖子 現在先放在這裡 再放一些 我们已经放了 那什么时候结果 吃的时候就结果 现在放一半水 应该也够了 放一边就硬开 让它轻散 好 现在把芹菜叶 都放在煮粥里 水滚之后 就放下 全部放下 让它滚水 可以 吹出水 让蚝 有些脏东西都可以 洗出来 好 粥滚起 我们加上大头菜 接着 就放下蚝 放下蚝之后 大约 滚起 两分钟左右 就关火 好了 现在煮粥差不多了 蚝都 收光了 现在 放下 芫荽 这是我之前设定的 放下 芫荽 拌一拌就吃得了 不用放调味 煮粥 这么大煲 通常 大半斤 因为 肉 有腌 应该也有点味 不用试味 OK 有咸味 有蚝味 有蚝味 上次吃过 很美味 今次 不知道好不好 一样很美味 不过很难不好 蚝是鲜味 肉碎也是鲜味 再加上 芫荽 香香的 正到不得了 只是加盐 就够了 如果你说 加盐也不够 你就加少少鸡粉 或者鸡汤 这样 那一定好吃 就要不得了 就要不得了 因为 其实 有不得了 有点 不得了 就要不得了 还不得了 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